Carson就問吉利175 他說一個月之內你覺得有沒有機會上30元 現價可不可以考慮呢? 其實比亞迪和吉利兩隻玩法不同 比亞迪就是強者 恆強的 一直強上去 你信還是不信 你覺得過一高 沒有人逼你追的 但吉利老實說 我喜歡的 我覺得值得推薦的 為什麼呢? 首先他不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會覺得很高 我真的追不下手 大部份人應該都覺得他是落後的 尤其是跟比亞迪和長期比 但是他在基本因素上面有很好的改善 包括在他在增持極黑股份 由4.8%增持到5.8% 接下來極黑賣得好的話 他就會獲益會比較以前還要多 那麼他的母公司吉利 浙江吉利 所以現在看法就可能有意去研發自己研發的一些芯片 那麼可能都有機會改善芯片的供應 還有留意一下 吉利的新車 其實都在用著 譬如是百度 或者是紅海提供的芯片 其實在芯片方面 他的出路大過其他同業的 我自己的看法 十月底會有新車出 也都會將之前一早已經賣好的 極黑汽車交付的時候 可以在十月底做上訴 所以到時就會大家看到一條好的數 那麼我覺得 29 元 30不是一個重要關口 因為八月份的高位是 29 元 我覺得短線挑戰 29 元是極度可能的 到時如果連 29 元都衝穿 甚至乎可以加貨 或者沒有貨再追 因為其他兩隻長器和比亞特 其實都靠近和突破了歷史新高 吉利如果終於衝穿 29 元 我相信他也有這樣的本錢去破頂 所以留意 29 元是短線目標 好 那你講開電動車 很多投資者都喜歡留意著1772的風利業 最新有個消息 向英國申請暫停有一間公司的收購程序的邀約 有投資者都問1772現在是否一個好的價位去買入 那你先說這隻股票我也有的 情況在於他其實都跟電能車 尤其是在機會因素上跟電能車有很大的關係 在技術因素圖表上 以往是跟比亞特的走勢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最近他的反彈力度就相對脫乏一些 收購暫時未能夠通過或者各自的情況 這方面相信都是跟一些當地政府監管要求等等相關 這件事就不能夠強行去進行了 但是你都看到來地方面最近也都炒回一些汽車和電池概念 還有令德時代等等 我覺得這隻股份其實以他在鋰電池鋰礦的穩藏量 甚至乎在行業的潛烈地位等等 我覺得都是繼續值得看好的 如果你看回7、8、9月有個雙頂 M字形中間頂線大概是144元左右 曾經失去,現在是復德 只要站穩144,我覺得不難上回160、180的 除非股價明確地再一次失去144 所以那隻股份就會稍微減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貨的就先拿著 沒有貨的呢 那現在這個位置其實調整夠的 只要持續地站穩144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吸納 我 continuously ara吧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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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